國養國三是發生在三年裡面 創死體的這個名案 警方是台北四段的嫌患 嫌患說跟這四個的死者 都是雜騙一團的生怨 因為這支部的求婚才會出名案 警方暫時是說定包括這個嫌患的 這支 總共三名 有可能參與消費經過這個共犯 等台法基來釐清 四英廟後會進一步對手 警察出出疑問 四者的為替風送出大樓 高雄高山米蘇丹六家附近 發生創死的名案 警方斥落接到丹世嫌患的媽媽報案 搞定後發生苦死者 坐著在湯室裡面 頭殼讓鋁仔躺下來 辛苦有很多外傷 趕緊慎重又在家裡的丹嫌 後起來 尹嚇丹世男主和疑惑是共犯的丹嫌 丹嫌丹四的人落書給警方帶回去 丹嫌表示跟四者 苦難都是帶去一團的生怨 因為苦難欠他三十幾萬 才的眾人帶回去 村來減大台有兩禮拜 兩人幾天又發生過幾次衝突 找五百萬人出名案 他找到丹嫌丹人想要把威力送出去 並不正 想不到當地在外面做工作的媽媽 找到鄉鄉回來 發映他臉色和情緒怪怪 對面之後 事情比較白痕 但在湯室晚上接受很早的時候 一度表現身體不適合要求送便宜 警方對他的房間裡面查到有灰燭的皮膚 懷疑就是作案的鋼骨 丹嫌的阿姊也說 別看過丹嫌客的皮膚打死者 懷疑採取最嚴重 厘清苦難的死因之後 警方厚少的對雜詐騙集團 跟丹南港的責務 是不是早期的不發縮到 記者丹嫌有林教館高雄報道